要發射這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 其實剛才趙先生在說 他準備了五年 這五年其實這三個太空人都在做訓練 他不是在那邊等待 他不只是整個科技在整合 如果到天空去 如果做你說七個小時的接軌等等 這整個都是一個非常高的科技 所以我相信其實在大陸這邊 他把認為他們美中的角力 已經上天空去了 這已經不是單純說經濟 或者是地區的政治等等 他認為說現在中國已經可以跟美國 都已經競爭到外太空去了 所以說當然對中國倒來講 這是他們全國一個非常振奮的一個消息 更尤其你看非常的成功 那其實反觀你看 剛剛我們上一趴講到的這個所謂 像東北亞的局勢 南海的局勢 其實我認為這個難免 還是跟美中有點關係 怎麼說 現在美國其實很大的阻力 是放在俄乌戰爭上面 那以前美國扮演 他就是一個全世界的警察 世界強權 他什麼地方都要管 那你現在你那麼多的精神 投注在俄乌上面 當然各個地方的地區 有人就會起來騷動 比如說像東北亞 很南北韓之間 或者在南海的這個地方 你澳洲的飛機飛到那邊去 你中國大陸就要出來 所以我覺得當俄乌戰爭的影響 它是很廣而且很深的 不是只有在俄乌本身或者在歐洲 或者是在東歐這個地方 其實牽涉到全世界各個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其實我要先講一點就是說 我在發現說我們 這個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 尤其是民進黨政府 他在那邊講說 這個他從俄乌戰爭中 他看到的是什麼以小博大 什麼不對稱戰爭 他忘記了其實這麼危險的 台海的局勢 其實真正我們要看的是 台灣人他的主流價值 是要和平的 而不是說動不動 就去對於這種不對稱戰爭 或者俄乌戰爭在那邊大放絕齒 覺得說好像還一副 我們準備好了 如果真的打了 我們有像烏克蘭那麼多 後退的地方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從一個 中國大陸他其實一個跟美國 在這個太空中的一個角力 你會看到全世界的局勢 是在改變的 美國還是想繼續扮演世界強權 你看那中國大陸 他的崛起當中 那你美國扮演世界強權 你現在怎麼俄乌戰爭 影響這麼大 對整個東北亞 對南海對兩海局勢 兩岸的局勢 我覺得我們的執政者 都要非常的戒勝恐懼 好吧 這個太空科技是很高的科技 大家不要小看 他可以帶動很多的 其他的這個技術跟科學 那大陸的航空母艦出現 無人機群 那我們通常看到航空母艦 起飛然後降落 飛機飛來飛去 還有用彈力繩把它勾住 無人機直接起降 那到底怎麼回事 大陸美國的媒體 是說意義重道 是怎麼美國都沒有這樣 沒有無人機群 在航空母艦上 怎麼大陸出現無人機群 那這三棟號 它的甲板 照算是無人機群 七架無人機在這地方 到底幹嘛能垂直起降 我們知道美國的F-35 是可以垂直起降 但是無人機群 再也垂直起降 我們的國防部說 2027年共軍能量 對台灣能夠抗擊 外國軍隊 就可以打援助的外國軍隊 那我們也說 我們也不怕 我們陸軍有無人飛行機組 下半年就會成軍 陳主任到底怎麼 他這個意義到底哪裡 我們讓我來看 其實美國這個報導 可能略嫌誇大 因為其實美軍早就 試用無人戰機 在航艦上起降 甚至還透過無人機 做相對的加油 所以其實這部分 可能是跟他們美國 爭取預算有關係 但是我們看這個無人機的機種 其實基本上還好 所以還好就是說 這種小型的無人機 或中小型的無人機 它的滯空就停留在空中時間 其實比較短 然後其實我相信就是說 中國大陸用這次航艦出航的機會 來驗證無人機的戰術算法 這個是可能 那其實這種所謂中小型無人機 其實在一般的大型舰點 後方的直升機甲板 就做得到 倒不用用這個航艦上去做 因為其實目前我們就整整整整體來講 就是美國以前在 在他們的軍事科技要領先世界三十年 那現在因為中國大陸決定 他們設定目標是領先十年 就是一個世代 所以這個差距來講 其實美國是不怕的 因為其實美國也看到說無人機的威力 所以其實你幹嘛 從原住烏克蘭各種無人機開始 其實他們都有相關的戰術算法 我們的無人機到底實力 我們的無人機基本上還有待加強 為什麼 照理講我們應該發展 對臺灣就很適合 我們科技各方面好好在這 又比較便宜 我們講白一點就是說我們的機體做得不錯 但是你無人機上面要掛很多載具 比如說紅外線 雷達 但是你一旦西掛上去的時候 能不能match 然後能不能及時把資料下鏈 這當令可跟上傳 那個是個學問 我們目前這部分還有待突破 我知道了 這當然是學問 但是我就說在跟各種武器的發展 你這個還算是 你比做什麼 這個戰鬥機 說其他機 這個還是我覺得是臺灣 能力可以做到 你就全力去做 你又沒有全力去做